我們今天呢 送一位學員的委託來到台中 因為這位學員上完課之後 其實是想要整理家裡 但發現好像還是有點困難 那他們家有一點囤積的傾向嘛 所以我們跟他聯繫溝通了非常久之後呢 今天派了很多人做了完全的準備 希望可以有機會幫他們一起 好好整聊這個空間 那我們就去看看吧 好 先來跟怡秋了解一下說 欸 這邊你可以稍微跟我介紹說 之前這裡是什麼功能嗎 然後目前的現狀 好 之前這邊是我們家的客廳 那因為我們就是2017年1月的時候 有發生一場火災 從火災到現在就東西有越來越多的趨勢 就比較難整理一點 所以就目前就是呈現這樣的狀態 希望今天可以請你們來幫忙我們 至少恢復客廳的空間 今天就是希望可以把這邊的物品分類一下 對 比較知道有哪些 然後就可以看到沙發 對 我也希望今天的目標是可以看到沙發 因為其實這裡的物品種類挺多的 所以我們剛剛已經有經過 阿姨說我們可以先把衣物類全部先裝起來 這樣它之後就可以好整理 那我們應該會負責把這個箱子啊 打開看看裡面有什麼啊 好 對啊 把它分類一下這樣 所以我們今天目標其實是希望2點前 可以確認到底有哪些物品 那這樣子才有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的時間 把物品再慢慢移到樓下去 好 沒問題 對的 好 我想丟這些東西大概已經有七八年的時間了 那我就是看著這些東西慢慢的越來越多越來越多 像我房間隔壁本來也是一個房間 那他現在是已經堆到門口 直接進不去那個房間的狀態 我媽媽他可能就是 自從火災過後他就有比較沒有安全感一點 可能他其實也一直都很想整理 但是因為東西就是一直帶回來 然後他每天上班都很累 他也沒有體力跟心情去處理 我爸本來也是很困擾 就是他看著眼前這一對像山一樣的東西 每一次都是基本上要有我在他才會整理 他就說他自己會偷偷丟一些小東西 但是就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幫助 因為量實在是太少了 因為我媽媽可能帶回來的速度 比我爸清出去的速度還快這樣子 哇 我媽竟然連這個都撿回來 這我覺得應該是空盒 謝謝 藥品 腳症牙齒的 幫我都丟掉好了 我覺得他們都 他們應該都是別人的東西 好 對 哇哇哇哇哇哇哇 我天啊 什麼東西 這袋麻煩都幫我丟掉 我媽要去不知道哪裡撿來的演唱會的物品 手燈 對 好多一整袋 這家 欸這真的很厲害 你確定可以買買一袋嗎 好喔 這裡有曬衣服 所以本來在這裡亮衣服 對 我們本來在這裡亮衣服 對 原來是這一袋 但是他整個倒掉 啊整個倒掉 對 太重了嗎 其實在搬上去台北之前我有在這個家生活過兩年 然後那時候就會每天都覺得心情不太好 就是啊東西太多了這樣子 現在我覺得大概是到了一個臨界點 這邊都丟掉好了 好 對 這個幫我丟掉好了 那個那個也丟掉那個也丟掉 基本上都沒有看過 因為他們就是一直堆上去 你看找到一個 金項鍊套裝 什麼東西啊 我的 它是爸爸的 很帥欸 我覺得是我媽買的 真的嗎 對 因為我媽媽很喜歡買這種 就是莫名其妙的東西 你看 是滿帥的 我們給他去配件喔 好好謝謝 這是什麼 這是吃的 吃的嗎 還可以吃嗎 2025年 2025年還可以吃欸 好 這個也是壞掉的咖啡機 也麻煩幫我丟掉 哇 天啊 是球池的球欸 我媽竟然撿了球池的球回來 這是要瘋了 這個就是塑膠類 垃圾 塑膠類 塑膠類 這是紙盒跟紙袋門 這些紙箱麻煩你們都幫我丟掉 喔我找到我爸說的香奈兒包包 哇 他被躺在超級裡面 香奈兒包包 應該是他啦 我猜的應該是他 應該是 對應該是 好恭喜他找到了 過程中一直在把他們一直挖出來的時候 就會覺得 啊好開心喔 就雖然有點累 可是就是可以把那些東西 一件一件的看說 他們是什麼 不要馬上篩選掉 不要馬上篩選掉 我自己是本身很喜歡的過程 會 Schule 學習的車 會兒竿 做甚麼 還會划划划刀 或是深途的 皮革 都會划划刀 可以啊 別管 逃跑 右擺刀 不然 每天 都會 馬上 你 好像是打彈珠的彈珠台耶 格蘭麗威 好這一定是我媽撿回來的 這也麻煩你們幫我丟掉 這裡有一些塑膠袋紙袋 一些布之類的 都麻煩你們幫我丟掉 體重機也麻煩幫我丟掉 然後這個也可以丟掉 耶 我們家的穿鞋已出現了 剛找到我的球鞋了 超久沒看到的 沒有看到它 應該有八年吧 太好了 這樣我就有鞋子可以穿了 終於有一個是我的東西了 沒錯 其他 全部都不是我的 食物留下 對 食物留下 其餘的都丟 對 都丟 其餘都不要了 對 那就麻煩鞋子跟包包幫我留下來 這些也可以丟掉 包包的話有些上是不知不在 可以先留沒關係 也都先留嗎 對對對 包包袋子都留出來 紀念類那一種的話 那個不是紀念類 那其實是我媽去樣品 就是可能家事店拿回來的東西 那個也處理掉嗎 對 那也處理掉 然後這邊是那個 就有比較舊的地方 對 這麻煩也幫我都處理掉 對 謝謝 那這裡也有這個 呃 都幫我處理掉 謝謝 對 就留包包跟錢 沒錯沒錯 對 對 對 那我们终于等了 耶 就可以看到沙发已经出来 是 稍微跟你分享一下我们怎么放 好的 对 首先呢因为这一区是爸爸本来就是沙发 是他的位置 是 其实这一项都是他的 嗯 那我是建议说 你也可以帮爸爸买那个收纳用品 是 就可以帮他把这两个再分类 好 那里面呢一箱一箱的 外面都有看到写 冬衣啊配件啊 包包啊下衣 对 呃这边都是妈妈衣服 好 所以我是建议说有空的时候 可以一箱一箱处理就好了 嗯 比如说包包他拿出来看一下 哪些是酒梅用的商选雕 然后用的拿出来这样子 对 这边都是鞋子 哦 都有鞋盒装着 嗯 所以不用怕灰尘 没问题 对 然后这边呢是零食都还可以吃 对 那我想说先帮你们放就一样 好啊谢谢 对 那再来是这里 原本一开始你是希望可以留 呃挂的衣服的地方 是是 可是因为还是有一些物品需要放置嘛 对 所以呢目前左半边 好 这边是比较是清洁的 好 对 可是老实说 对 它的体积也不大 对 所以如果你们有找到新的放置清洁的位置 对 这个箱子有机会可以移开 好没问题 对那这里也是妈妈的包包 我们目前今天的程度比较像是说 至少把同类的物品收集在一起 是 那到时候妈妈在筛选的时候可以更顺畅 我觉得很开心 对 就至少都可以看得出来 它们有分别是什么类别这样子 嗯 那之后我觉得就是慢慢可能 因为妈妈上班也会很累 所以我觉得它一次处理一带就好了 嗯嗯嗯 我会再跟它说 嗯嗯 好 很希望家人们可以大家聚在一起 不会就是各自分散开来的感觉 本来那个沙发的用途也是这样的 今天因为幸好有你们来帮忙 就处理掉至少一半以上的物品 我就觉得啊 是一个很大的进展 就蛮开心的 这样的感觉 接下来可以再继续整理下去 以你们的经验要怎么样改善这样子堆积很多东西的状态 其实要花蛮多时间的 对所以你刚刚有说 你其实是两三年前开始有去上课嘛 那我就觉得你做的蛮好的 因为你上完课之后 其实是先整理别人的家 然后也是耐心的可能等妈妈 不管是情绪还是什么 她的理解状态 我今天来的时候 因为我们前面不是就沟通很久 对 我们很怕是我们连一个东西都碰不到 我也是 我本来也这样子 老实说我觉得今天已经算是还蛮不错有进度了 对我也觉得很开心 就是从前期妈妈不愿意我们碰她物品 到后面她就说 哦不然你帮我分类一下 所以你就可以感受 就是她内心也很想要 找回以前的沙发 而且她很开心的跟我们分享 是 那个家里的照片 对 所以我觉得这样都是一个 有往前的一个状态 我们有一个心态就是说 不去指责她为什么要留这些 反而是先去了解她状态是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别人的人生 你不知道她是什么原因 她想要留这个 所以其实我们是要先去知道原因 然后来确定一下说 这个原因有没有可能帮她处理掉 然后其实才有可能做下一步的动作 不然就会很像是硬性的把物品丢掉 其实很快就物品又再回来了 对 大概是这样子 就会慢慢来 就会有一些紧张这样